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预防核控制部代表团于平洋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海防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代表团 以及两省在艾滋病毒 预防核控制领域开展业务的社会企业与社会组织 关于开展艾滋病预防服务采购试点工作学习经验 在会议上 同内省卫生厅夫经理阮文平医生分享道 同内省是首批在艾滋病毒 艾滋病预防项目中试点社会合同的省份之一 这是一项旨在减轻国家在艾滋病毒 艾滋病预防计划中提供服务的压力的活动 在时事初期 在同内省取得了积极成果 这是将活动从国营部门转变为私营部门的行之有效的做法 从而 确保艾滋病毒 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可持续性 实现到2030年控制疫情的目标 工作代表团讨论了在同内省开展和时事试点社会合同活动的过程中取得的成果 有失和存在的困难 关于根区越南总联合会第6696号决定 对减少工作时间和劳动合同终止的员工提供的支持 截至目前 同内省劳动联合会常委会已审议并发布了批准支持的决定11000名会员 总金额超过130亿越南顿 具体而言 省劳动联合会已审查批准对5400多名减少或停止工作的员工 提供近44亿越南顿的支持 支持对5800多名劳动合同被暂停或秀无薪假的员工提供超过90亿越南顿的支持 据省劳动联合会称 预计同内省约有15000名会员 员工将获得约200亿越南顿的支持 目前 同内省劳动联合会正在紧急继续评估剩余档案 以便员工尽快获得支持 最近几天 越南新增的COVID-19病例数量有增加的迹象 因此 卫生部刚刚向各地发出了紧急公文 据此 建立各省直辖市人民委员会 绝对不能主观 忽略 失去警惕 按照政府决议和防控卫生部 关于2023年康级传染病方案 有效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最近针对COVID-19的疫苗接种以实现既定目标 各省市加强在教育机构 边境口岸 卫生设施和社区的监督中 实施COVID-19预防和控制措施 同时 做好病例受急 急救 照顾和治疗工作 最大限度减少死亡病例 严格落实救治机构感染控制和救治 继继续保障疫情防控等护勤资金 药品 疫苗 以服务预防疫情的工作 中国将于4月16日 禁止船制驶入台湾北部地区 福建省海市局4月13日表示 禁令是由于可能会出现 护肩残台掉落 去该机构称 禁船制驱距离台湾台北约160公里 降于4月16日当地时间上午9点至下午3点设置 此报告在4月12日前宣布 台湾交通管理局于表示北京计划在该岛北部设立金飞区 该机构还表示金飞区位于许多国际航线的交汇处 北京外交部4月13日拒绝证实是否设立了金飞区 加纳已成为世界上首个批准英国牛印大学的新型 约极疫苗221MAGICM的国家 该疫苗适用于5至36个月的儿童 加纳批准R21MAGICM可被视为看级约极的重大转折点 约极每年导致超过60万人死亡 其中大多数是非洲儿童 牛进大学的科学家表示 他们花了数十年时间研究R21MAGICM 根据去年发表的一项研究 该疫苗在预防虐急方面的有效性为70% 我们今天的节目都已经结束 感谢各位用逐 再会